小米手环一代就以其极低的价格 在寿欢市场上引起了一阵风浪 在过去的节目里 我们也有幸玩了玩 而如今二代也出来了 我们也画光了所有的幸运点数 抢到了一个 然后姐 我觉得你最近越来越胖了 啊 哦 我是说 我明天只去减肥嘛 减肥呀 减肥 可是要怎么减肥呢 节食啊 除了节食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健身房啊 好让我不去 那夜跑啊 好让我不去 那你基本上就是个废人了 还减肥 减毛线啊 人家不喜欢运动吗 我最讨厌你这种只说不做的人了 我不管你了 我要去运动了 哎 你哪里来的动力减肥呀 朋友圈 运动垫底呀 还有 还有什么呀 还有小米手环二啊 哎 等一下 怎么 你终于有觉悟了 不是 你肥来的时候 可不可以给人家 带瓶可乐啊 有兵的呦 自从价值149元的小米手环二发售以来 每天早上10点都可以在小米官网抢购 每天早上都有数万只小米手环二出售的话 这么多天过去了 我觉得我应该能抢到了吧 然而并没有 但是 有一天早上 但是有一天早上 哎 我抢到了 小米手环二我抢到了 小米手环二我抢到了 我抢到了 抢到了 我抢到了 抢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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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终于抢到小米手环二了 我可以付款了 嘿嘿嘿嘿 嗯 等一下 你明明是要付钱给别人的人 为何还是这么开心啊 对啊 我为什么要这么开心呢 所以能抢到小米手环2的人 一定是做过PY交易的人 嗯 这也是一定是这样的 既然小米手环2到手了 我们又有一个小米手环1 那么就来看看小米手环2 在小米手环1的技术上又增加了哪些 哼哼哼 槽点 不要跟一代手环比啊 一代手环69 二代手环149啊 中间差了8大80 你跟同价位的比好吧 哎 你走开好吧 小米手环1和小米手环2 在最开始都是只有黑色万代版本 一代的核心部分是银色 配色上并没有什么不对 搭配多彩的万代还是很搭的 二代的核心是黑色 配合黑色的万代一体性效果真的很棒 不过黑色的核心 如果配上以后各种糖果色的万代 我觉得这个感觉可能就不是很好 嗯 管它呢 黑色经典 不晃万代 二代手环的万代和一代的确是有区别的 二代手环万代更粗更软 一代那个紧得要命的卡扣 在二代上也改进了 更容易扣上和解开 好拼 但无论如何 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核心主体部分 再细致一些 就是新一代拥有了一个OLED的显示屏 目前OLED技术还只是在电视上比较常见 手机都很少有 而运用在这么小的设备上还是头一次见 不过即便是装上了太核心狗眼 在手环这么小的屏幕上 我也看不出什么多厉害的地方 不过这个设计方案很棒的就是 在强光下手环依然显示清晰 黑色底白色OLED还不错 还说这款屏幕 实际上整个手环的OLED屏幕就只有这么大 可见信息很少 但反而恰到好处 我只要看见我想看的信息就足够了 这一点必须给赞 但是保护屏幕的依然是一块玻璃面板 这意味着该留指纹的还是要留的 然后你每天要擦无数遍的设备 又多添了一位新成员 第一次看见主体的人都会以为整个屏幕都是可触摸的 但实际上能按的只有这个圈圈 按一下换一个数据显示 吸屏后瞬间再按会显示之前的数据 多等一会再按就会回到时间的显示上 按键也还是很灵敏 哦对 这个按键是触控的不是实体按键 而且万代库上也有一个圈圈和主体上的一模一样 我最开始坚正的以为按这个圈圈也是可以点亮受还的 然而并没有 不能像这个样子装逼了 背后丧心 仔细一想我也确实是傻 手环和万代又没有电路连接 按这个键有卵用 不过现在问题来了 由于主体和万代可拆分 衔接处就会各种击灰 这是逼死强迫症的节奏啊 每天除了擦屏幕还要吹灰 小米运动APP也升级到了二代 手环一代的功能该有的都还有 二代手环也多了一些新功能 和光感版比起来也有一些新的东西 那么就来看看旧功能是否比一代更好用 新功能有带来什么新的感觉呢 还是先说运动 在技步上明显比一代更精准了 为何 物差基本上不会超过五物 这这个屌 然后就是睡觉的时候 一代手环我们说过 睡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跑几十步 二代终于没有这样了 APP里面可以直观的看到离每一个时段的步数 所以我从没有看见半夜三鸡的步数记录 终于可以安稳的睡个吼叫了 在运动过程中 手环会记录步数和公里数 卡路里还有心率 这些都没有什么好说的 比起一代不带手机 就只能记录步数来说 确实是进步了不少 终于不用像一代一样 带着手环跑步还得必须带手机的尴尬了 现在带上手环二代 出门运动还要带手机的唯一理由就是 手环上没有GPS记录 没法定位自己都跑了哪些地方 不过如果不在意这一点的话 确实做到了可以不带手机就出门运动了 胡说八道 我带手机是为了听歌好吧 额对 如果非要听音乐那就没有办法了 下次小米手环3 不会真的把MP3功能也加进去吧 接下来是睡眠 一代的时候我们说过 有时候取下小米手环也会开始记录睡眠 二代就不用担心这一点了 如果是取下手环睡觉的 是绝对没有任何睡眠记录的 这个APP睡眠记录显示比以前的APP更实观了 呃 请忽略我的深度睡眠时间 闹钟 解锁没有什么好说的 新加入的几项提醒功能可以有 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用 好多人关心的是久坐提醒 确实会在你很久不动之后震动手环来提醒你 可是提醒了又能如何呢 而且频率又是一小时提醒一次 最多也就是站起来走几步又坐下 忘我的工作和学习时根本不会理会的 当然我说的是我 不是那些自律能力好的人 来电提醒没什么好说 电话来了手机没接手环就会震动提醒 这个功能需要手机和手环蓝牙一直连接着 和屏幕解锁一样 第三方APP通知提醒 这个就特别扯淡了 我用小米自家的手机和手环 微信微博来消息了 手环都不带提醒了 据网上看了 原来小米社区该问题已经被反应过无数次了 有人说是安卓的问题 其实iOS也有问题 有人说是小米运动APP权限的问题 也有人说是结绑重联就好了等等等等 试过各种办法 在我这里结绑重新绑定了 这一个法子还算有用 但也有不成功的 而且结绑之后 手环上今天记录的部数卡路里等等信息 全部都清零了 哎呀 这个问题发出了这么久一直都没有解决 这是个什么意思 态度问题 做一个运动APP 我不会只用来看看部数和记录睡眠吧 没错小米运动也可以来一次跑步 可是定位不准 运动距离记录不准 延迟严重 我跑起来还得担心手机记录不准确 这就不好玩了 算了 反正我可以不带手机出门 不用管它 新增的抬手亮屏 呃好吧 一代和光感版没有屏 抬手亮屏还是很有用的 才用的时候总感觉不怎么明 难道是姿势不对 不过后来却慢慢的好起来 每次抬手都会亮 嗯难不成这个功能还有熟练度 心率监测是一代没有的 光感版才加入了新功能 功能作用于主体背面这个传感器 心率不会实时监测 只会在你查看手环心率时检测 或者用APP启动检测 如果是实时监测 那得多飞便啊 不过有一个途径可以实时监测 就是用上面说到的跑步功能的时候 所以 不说了 最后 续航 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关心过续航时间 官网说是20天 但绝对不止 续航多少天了 APP里会告诉你的 看用了17天了还有50%的电量 啊 又是虚假宣传 一代的主体部分小一圈 所以一二代的充电器还不能通用 所以充电器要看好了 不要弄丢了 外观简约 这是从一代上就延续下来的造型 虽然前身有山寨Misfit Shine的嫌疑 但是这个造型应该可以成为一个经典了 只是主体一直都是黑色的话 搭配未来的彩色万代肯定 易用性四星 轻巧 戴在手上的感觉很自然 操作和使用都很简单 轻描淡写却不是专业 结合APP 每天都能很好地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当然 有很多功能需要一直蓝牙连接手机才能使用 不过如果没有那么在乎那些提醒功能的话 不连蓝牙也是可以使用的 你的记录会在下一次连接蓝牙和APP时自动上传 哦对 还有防水呢 性能四星 稳定 而且解决了很多一代残留的问题 每一项功能的发挥都很稳定 用了这么久都没有出现一丁点的故障 很棒 哦对 除了那个APP提醒可能会出现问题 至今没有解决以外 性价体五星 一代69 光感版的99 小米手环2的价格高一些149 如果不需要时刻看着自己的运动数据 光感版应该更适合你 但是149也非常值啊 无论一代或者光感版带在手上 虽然可以记录数据 可外在却只是一个装饰了 如果不常关注你的身体 就没有让你继续带下去的动力 然而二代至少可以当一个电子表用 综合评分8.4 很多人在上网搜索小米手环2的问题之后 表示不敢购买 可老实说 至少我用过之后 基本没遇见什么让人难受的地方 那个APP提醒即使不要也罢 毕竟多半里的提醒都是运用在聊天工具上 这信息一多 岂部手环要炸 所以149如此稳定发挥 又不要你操太多心 还可以当电子表用的手环 的确有意思 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都怎么认为呢 有72%的网友觉得值得购买 另外有28%的网友觉得不值得 事实证明一管亲民接受批评 不断改进却实在为用户体验而做出努力的产品 绝对能收到好评 解释和掩盖不足 并不能让产品得到长足的进步 小米手环2做得漂亮 怎么样上期节目看得爽吧 节目看得爽 一元钱打赏 上一次的一元钱打赏小惊喜 大家还满意吧 哦对了 要给大家说的是 由于程序的限制呢 那么在微信上打赏了一元钱的朋友 一定要联系我佩云君的微信号 我给你发惊喜哦 支付宝的 由于每天加好友的数量有限制 所以慢慢来慢慢来 我会一一加上你们的好友给你们发惊喜 好还是来上电视先 在上一期我们说过 在爱奇艺平台上会有奖品送出 对吧 奖品呢是一个江文的鼠标和一个荣耀手机 这一下爱奇艺的评论多达90多亿 厉害啊 不过上一期爱奇艺的人跟我们说 那个荣耀手机呢是一个全网通版本 后来他们说他们搞错了 其实那是一个移动四级版本 无所谓奖品 好 我们来看看爱奇艺上上电视的是哪两位朋友呢 诶不慌 还是先来看看其他平台的评论吧 来自优酷的网友BG4HDO说呢 上一期视频里面最喜欢的是老板最后的笑声 问怎么才能拿来做短信铃声呢 要不给我发一个音频吧 嗯 没关系 我们把背景音乐去掉 你自己录下来就可以了 来自bilibili的网友小温温 他说 大部分人把你们当作评测节目来看 其实你们是体验类节目 而在我的眼里 你们是相声小皮语言类节目 相声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我们哪里跟笑声一样了呢 我标准的一个电压 这个标准电压就是五伏一安 五伏一安呢就是标准的一个电压 所以你就需要学习一些技术 好 现在轮到爱奇艺上电视的两位小伙伴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 爱奇艺的第一位网友 小狸X320522 嗯 他说 从来没有这么期待你们的节目更新 很喜欢TESTV 喜欢里面的人为了梦想 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一直的坚持下去 我看这节目 很多时候都笑尿了 但是我知道在背后你们的付出 看那湿透的衣服啊 不容易 给你们无数个赞 谢谢你 请联系我的微信号 准备好收奖品 第二位爱奇艺的网友是谁呢 提搜导 肯定是因为爱奇艺的字数限制 所以他发了一张图片 来表达他的想法 其实一开始看TESTV的时候是在一年前 那应该就是TESTV刚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刚大学毕业 恰巧刚从重庆游玩回来 还没上班 在家里百无聊赖就打开Podcast 看看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因为国内的Podcast 就那么聊聊几个节目 还都没什么意思 这时候突然发现了TESTV 每期节目都不长 不到5分钟而已 但是节目的内容很新盈 怎么说 有种很苹果的感觉 因为体验的东西都是很新奇很新盈 也很符合我的胃口 所以那天晚上就把所有的节目看完了 之后就有了每天都打开Podcast的习惯 后来节目出的速度 赶不上我想看的速度 我就开始好奇 这是怎样的一帮人 我就在网上开始搜 《飞格传播》这个名字 搜到了很多资料 我想我应该是最早知道佩音君是谁的人 当时还搜到了佩音君之前的微博 还在他的微博下面留言 他还说佩音博士塔是那个胖子 后来还在微风网上搜到过佩音君发达器 颜色不合处厉害 感觉这群人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你要吃了我们吗 节目短小但都是精华 总结清晰严谨艰 看了之后就好像自己用过一样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 TESTV变化也非常大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之前的片头 简单你两个语 值得评价难过其咯 一看就知道是哪个节目 现在已经工作快有一年了 感觉很快 我也希望TESTV在以后的日子里能陪着我 希望TESTV这群人能坚持自己的想法 并且做到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想和不同的目标 但是都是一样的坚守 希望你们能坚守下去 我也相信你们说的话 你们不是评测 而是体验 也正如你们的口号一样 在想买什么之前 不如先来看看 值不值得吧 哇好大道啊 写了这么多字累不累 谢谢 请联系我配音君的微信 准备好收奖品 那个谁 请给我拿两个乒乓球 好了 卸着一号乒乓球 的 就代表着小黎XM0522 卸着二号乒乓球的 就代表TESTV 那么我抽到谁 谁就得到荣耀唱玩5X手机 而另一位就得到佳能的鼠标 现在抽家 贴士 走 我听到声音 这是在干嘛 This is ma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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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感觉到 好 选一个 好 我完全能够感觉到 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所以我觉得 我想把手机给一号选手 叹啦 几号 我是否正确 谁给我加个眼镜 哇 恭喜你 一号 你得到了手机 二号 谢谢你 恭喜你 支持我们 你看 我就知道一定是你费了这么多的老细包 写了这么多 谢谢你 你真棒 你一定会得到这个手机的 来 大家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吧 谢谢 恭喜 赶紧 赶紧联系我的配音君微信号 发地址 准备接收奖品 而另外一位 效力XM0522 也恭喜你 你得到了一个鼠标 这个鼠标很厉害 掌声鼓励 掌声响 请你来 赶紧联系我的配音君微信号 准备接收奖品 接下来时间 有请老板闪亮登场 说个通知 今天在配音君微店上上的第二波火锅底料 暂时不得上了 为啥子啊 因为第一波火锅底料 反馈还没有回来 我们负责任的要收到你们对这个火锅底料的满意程度 我们才会放出第二波 所以如果是朋友们 你们已经买到我们的第一波 然后有任何感受的 直接私信我或者是群众演员 我们会耐心的解答 所以想买第二波火锅底料的朋友们 稍微再等一等 before you buy 哈哈哈哈